全球迄今最长的跨海通道 港珠澳大桥 现已进入桥面铺装阶段 港珠澳大桥全长22.9公里 铺装面积70万平方米 其中钢箱梁铺装面积50万平方米 组合梁桥面20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单体工程量最大的铺装作业 港珠澳大桥输出的环境具有高温、湿热、高盐的特点 其结构主要为钢箱梁结构和组合梁结构 设计寿命为120年 在钢桥面铺装中 防水和防锈是该项目的关键 这也是选择胶珠色沥清事故的原因 胶珠色沥清具有温度高 沥清用量高 亢分含量高的特点 胶珠色沥清凤凝土 它的泡河温度达到220到230度 抗氛的添加量达到30% 这是胶珠色沥清凤凝土的泡河炉 胶珠色沥清泡河炉 它必须生产配合笔 按我们的目标配合笔的生产 这个配合笔是我们质量控制的中心 那么泡河炉的生产 就要保证我们整个泡河炉的质量的均用困境 是它的关键环境 下面我们前往前场 港中澳大桥摊铺现场 我身后看到的是胶珠色沥清凤凝土摊铺设备 由于胶珠色沥清凤凝土 它具有流动性和致密性的特点 所以它必须采用 专用的胶珠色沥清凤凝土摊铺设备 我们现在在身后看到的是 库克搅拌用事车 这个库克车具有加热搅拌用事的功能 胶珠色沥清凤凝土到我们搅拌用事车里边 它需要一个加热搅拌这么一个构成 它主要控制着一个加热的温度 一个是半温的时间 直接影响胶珠色沥清凤凝土的责量 港珠澳大桥是举速琢磨的超级工程 钢桥面铺装单体工程量世界第一 工程具有技术要求高 环境保护要求高 供其紧的特点 钢桥面铺装采用胶珠色加SMA的结构 为了保证质量及使用的耐久性 主导型的胶珠色色位 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并至今建立了极料加工工厂 离久在胶珠色历经铺装领域 创造新的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